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美國總統特朗普正式簽署了台北法案 這個法案的全名很長 英文叫台灣Allies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and Enhancement Initiative Act 所以取個abrivation的宿舍就是Taipei Act 中文就叫做台灣盟邦國際保障與強化倡議法 這條法案到底做甚麼呢? 原來他定明了在生效的一年之內 以及這個法案公佈之後的頭五年裏 美國國務院一定要向國會報告 美國政府在強化台灣和印太區域的夥伴之間的外交關係 採取了甚麼的步驟 而對於損害台灣安全和繁榮的國家 美國將會改變對他交往的方式 很明顯這個法案其實是用來反制中國 因為中國經常侯著中華民國僅餘那15個邦交國 這條法案正好提供了一個法律基礎 讓美國幫忙碼著這些國家 這條法案其中一個重點是甚麼呢? 就是鼓勵美國行政部門建立一套所謂的外交想法制度 那如何想法呢? 原來對於明顯增強或者升級和台灣關係的國家 這條法案就會呼籲美國政府透過增加和經濟安全和外交接觸 作為鼓勵和掌賞 反之對於傷害台灣的國家 比如和他斷交的國家 美國政府就會降低和他在經濟安全和外交領域的接觸 以達到一個威嚇的效果 這件事當然是對於那些經濟上重度依賴美國的國家來說 例如是那些加勒比海的國家 特別是有作用 因為失去了美國作為經濟之處的話 就算中國答應你甚麼呢? 所謂山長水遠 遠水不能夠近火 所以這些國家相對來說 變得更加穩陣 至於巴拉圭又怎樣呢? 巴拉圭目前的情況似乎是比較緩和 因為台灣已經答應了捐贈很多醫療物資給他 而且是就地取材的 在當地附近買的 而不是在台灣生產的 故此暫時說這個斷交危機已經解除了 至於這個法案另一個重點是甚麼呢? 就是會敦促美國的貿易代表處和國會協商 進一步增強美台相邊的經貿關係 同時美國也會服役台灣 在國際舞台上更加積極參與 包括在適當的情況下 就會支持台灣加入一些國際組織 而這些國際組織並非以國家作為參與單位 至於那些以國家作為參與單位的組織 怎麼辦呢? 就幫台灣成為觀察員 以觀察員的身份來加入 這個對於台灣來說 已經是一個里程碑 因為他自從1970年退出聯合國以後 其實他在國際舞台的地位逐漸退色 那些邦交國被中共叫得一個就得一個 去到目前就只有15個 這條法案起碼幫得到台灣 馬實目前這15個國家以外 還可以幫他重返這些國際組織 或者加入一些新的國際組織 這絕對來說是好事 對台灣 所以蔡英文都說非常歡迎 這個台北法案通過 而這條的台北法案 其實都是繼往開來的 因為它是第二條 以台灣命名的法案 正式成為了美國的國內法律 第一條是什麼呢? 就是2018年3月生效的台灣旅行法 這條台北法案是第二條 將會有第三條 就是台灣保證法 目前已經在眾議院通過了 等待參議院通過 再被特朗普總統簽署 正式生效 這個當然是繼往開來 有前有後 這也是見證著 美台關係又邁進去新的一頁 而在台北法案簽署之前的幾天 其實美軍的動態也是值得留意的 在3月23日的時候 美國第七艦隊的Facebook 就自己貼文指出 說美軍一艘導彈的驅逐艦 正在在印太地區進行支援的行動 並且在一場實彈訓練當中發射了一枚導彈 這是美軍首次在南海發射導彈 當然必然會挑動到中共的神經 但今次這條神經線 似乎是遲鈍了很多 因為中共一向看到 你在南海發射 一定會第一時間馬上撲出來 來講話 但今次竟然是遲了三天 去到3月26日 即是昨天才出來抗議 而且不僅僅這件事 在3月25日的時候 美軍的一艘作戰艦 就自台灣的西南海域 由南向北洗經台灣海峽 即是在你中共的門前去洗過 很明顯是向你中共來示威 這樣美軍的動態 台灣的國防部就說 這艘作戰艦只不過是 洗經台灣海峽執行一般的航行任務 期間並無異樣 請大家放心 但這艘作戰艦的相片 就由美軍太平洋艦隊的官方Fans Page 登出了一張照片 這是非常高調的 因為一般以前的軍演也好 都會由傳媒報導先 不會由美軍自己來講一份 現在就由他自己來講一份 即是告訴你 他害怕你不知道 就要大聲地告訴你 好了 中共的遲來的神經線 終於到昨天發作 走出來罵 中國國防部發言人任國強 就出來說話 就說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批評美方在台灣問題上消極動作不斷 嚴重破壞台海和平穩定 嚴重獨化中美兩國的軍事關係 是極其危險 中方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 這些我們聽到厭了 來來去去都是那些詞彙的詞 來堆砌 也沒關係 但是他遲了 這個很明顯是遲了 因為在他南海射導彈那一刻 或者之後那一天 他就應該馬上來表達抗議 但是他等了幾天才說 期間還有一件事大家要留意的 動態是什麼呢 就是中國的外宣 開始轉向了 他們想著普通話叫做 傻瓜 即是說 是卸責的 一直以來他們的方向 都是想著 將這個全球大流行的責任 就卸掉了他 算數了 就不停找那邊緣頭 那邊緣頭 好了 自從中國駐美大使崔天海 走了去美國電視台 訪問 就說 趙立堅說的東西是他的個人言論 並不代表官方立場 當然他沒有點名 不點名說 不點名割席 因為他自己說 我崔天海才是中國在美的全權代表 就說不用聽趙立堅說 現在趙立堅也沒有在Treator上活躍地發表什麼的緣頭論 其他市領館駐外人員也沒有這麼積極發表類似的言論 暫時這一兩天就是這樣 到了26日的時候 G20召開了一個特別峰會 這個特別峰會是以視像會議的形式進行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就有份參與 在這次的會議當中 到底他在說什麼呢 他就說 病毒不分國界 任何國家都不能夠獨善其身 中方就願意和各方合作 團結抗疫 並且要統籌國內效應和全球影響 接著講一大堆要怎樣和各國加強合作的套語 基調就變成了合作 在同一天 美國總統特朗普也放軟了態度 沒有再用一些很強硬的言辭來批評中國 他在今早上出了一個貼文 因為中美兩國元首通了一個電話 在這趟電話說完以後 川普就說 剛剛我和習主席進行了一個非常愉快的交談 詳細地討論了 試約我們全球大部分地區的病毒 中國已經經歷了很多事情 並且對他有很深刻的了解 我們兩國正在緊密合作 大家都非常互相尊重 他就好像很和善 他在Twitter一般都是這樣 這些真的是一手硬一手軟 一口砂糖一口屎 在同一個星期之內 他先說了很多反擊的言辭 接著就簽了台北法案 繼而在南海實彈演練 再有一艘作戰艦就是洗經台灣海峽 接著到G20峰會前 就開始放軟了態度 到今天早上 兩國元首互相通電話 現在跟你說非常愉快的交談 所以特朗普總統在處理中國問題上 是有他那一套辦法的 每次他在Twitter上發表一些 對中國或對習近平和善的言論 其實總有附帶一些大禮 是會送給中國的 今次去到別人門口示威 其實是釋出一個很強烈的訊息 即是叫你不要有任何非分之想 就算你搞不定國內的問題 你也不要想著挑戰這位老大哥 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